或针对台湾 中共报复性制裁停出 中共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 专家解读 记者直击 欠兴潮 裁员潮席卷全中国 您是否关注移民很久了 还没有确定选择哪个国家或地区 或者还不确定自己适合走哪个项目 不妨来和我们聊一聊 一家有着30年服务经验的综合跨境服务机构 从评估签约 律师地案 到后续落地安家服务 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让您省心又安心 我们办理的国家和地区包括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南欧投资移民 岛国护照 如果您想了解具体详情 或者想知道自己适合哪个项目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和我们的顾问免费咨询 如果现在没有需要 也可以保留一个联络方式 如果有一天需要 手上刚好就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日前宣布 严打网络炫富拜金 5月21号 网红圈出现地震 多名百万级网红遭全网封号禁言 其中包括网红全星鲍鱼家姐百公子 这些网红的共同特点是平凡炫富 展示奢侈的生活方式 如拥有200多万粉丝的网红鲍鱼家姐 被抖音禁言 小红书上已查无此人 网红全星的抖音拥有437.4万粉丝 目前账号也显示 应违反相关规定被封禁 同时 他的微博小红书账号也被消失 网红全星曾在直播中自曝 他在北京星河湾小区 拥有7套豪宅 最大的一套991平方 全身没8位数不出门等 5月22号 大陆多个社交平台 也出现炫富网红被封号的话题 如多名百万粉炫富网红被封号 网红全星曾因炫富走红 网红网红全星被各社交平台封禁等等 分析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 失业率攀升 很多人由富转平 网络炫富容易激化平富对立 中共的严打也是为了防止 这种对立的民怨转向当局 一名被控协助香港政府搜集情报的 前英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日前被发现死在一个公园里 英国警方表示死因不明 据英国媒体报道 这名男子是37岁的内政部移民执法官 马修特里克特 他与另外两名男子被英国法院指控 为香港从事间谍活动 还有企图强行闯入民宅 两项罪行分别可被判监禁14年 三人上周被英国法院保释 这三人今年5月初被捕 13日曾在伦敦西敏区治安法庭应讯 确认个人资料 本来将在周五24日开庭 但19日下午 特里克特被发现沉湿在公园内 司法单位怀疑 三名被告监控资讯搜集的主要对象 包括屡英香港异议人士 特里克特19岁加入海军陆战队 服役7年 退伍后 他成立了自己的保安公司 为工程师、外国政要、企业组织 以及富裕家庭担任保镖 在间谍案开庭前 关键被告突然死亡 引发外界诸多揣测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共政府在5月21日宣布 对美国众议院前议员 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进行制裁 冻结他在中国境内财产 并禁止入境 理由是干涉中国内政 事实上 中共在中华民国赖清德总统就职前 就频频出手一些所谓的制裁手段 除了所谓的反倾销调查 还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三家公司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学者认为 这些举动都是针对台湾的新任总统而来 中华民国总统换届 中共官方除了极力管控言论 还丢出一些所谓的制裁手段 5月19号 中共商务部发公告宣称 针对原产于欧盟 美国台湾和日本的进口工具具甲权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在中国的工具具甲权里面 它的应用市场最大的就是汽车 那汽车这个议题 刚好现在在美国 欧洲 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竞争里面 经常会被提到的一个产业 所以你看得出来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火车对撞式的 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行为 虽然说是经济议题 美国华裔经济学家黄大卫表示 中共反倾销调查是有针对性的 目前正在接受欧盟倾销调查的 中国廉价电动车 通常采用国产中低端工具具甲权 作为零件 不会受到中共政府进口调查的影响 而受影响的是西方企业 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实施制裁 通常是为维持市场的稳定 包括全世界的市场和自己市场的稳定 但是中共在进行制裁时 完全是政治的算计 它对美国的塑化原材料制裁时 已经算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它本身的市场不会受到影响 5月20日中共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三家公司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包括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美国通用电力陆地系统公司 与美国波音防务太空与安全集团 中国其实对所谓的帮出售军备品到台湾的这些制造商 其实之前已经进行调查了 或者已经有进行相关的制裁了 但是这一次的或这一波的情况 可能很清楚就是针对台湾总统赖金德的 这个就是也说也就是针对520的部分 所做出来的一个判断 那欢迎之这些行为都是由它的路径依循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足为奇 学者表示现在中国经济里面的国际投资 已经开始慢慢地往下走 尽管没有脱钩 但是大家都在讲去风险 5月21号中共外交部宣布对美国众议院 对中共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加拉格尔 进行制裁 冻结他在中国境内财产并禁止入境 此举正值赖清德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的第二天 加拉格尔曾担任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并在美国国会推动TikTok强制剥离法案 上个月他提前结束了国会任期 关于被制裁 加拉格尔强硬回应说 制裁表明中共永远都是偏执狂 与西方民主普世人权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 他补充说 过去一年中共批评他只去台湾 而没有亲身前往中国 但现在他被禁止入境 只能去台湾加强台海的和平稳定 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返台湾 美国国防技术安全局前高级外交顾问史蒂夫·库南 近日接受新唐人专访 分析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 他还提出警告 中共利用TikTok制造美国混乱的终极目标 是夺取台湾 中国经济低迷 房地产面临崩盘危机 近日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示警 要严防地产和地方债等金融风险 但评论认为 中国的金融风险岌岌可危 中共很难挽救颓势 受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及房地产市场崩塌的影响 中共金融风险大增危机加剧 5月21日 中共官员在北京召开 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及副总理何立峰 分别针对所谓的做好地方金融工作 做出书面批示及现场讲话 李强在批示中学称 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 要完成所谓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任务 强化地方金融机构日常监管 还要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何立峰在会上也声称 各地要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目标 要直面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 目前我们看到它现在防范的 包括房地产市场 它是跟中国整个 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面来说 是传国性的 地方债务也是传国性的 接近房地产的债务里面 也包含了中国现在来说 就是数额庞大 是GDP接近两倍的企业债务 所以它总体的整个风险的影响 是来自于它已经超过了GDP 三倍以上的整体债务水平 所以应该来说就是 一个非常非常高危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何立峰市井 当前各地要做好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 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对于地方债 中共目前在努力地化解 其实化解起来也是引争止渴 它就是说发行新债 发行长期债 自换短期债 发行新债的利率比较低 把过去的高利率把它换掉 这又等于把地方债包袱 转嫁给了银行 其实它只会让地方的中小银行 机构更快地爆雷 当局还要全面加强 所谓的地方金融组织监管 强化中小金融机构监管 第三方面说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其实情况跟地方债务 基本上相同 绝大部分的中小金融机构 地方的都是跟官僚体制 跟体制内一样 他们大部分都是被行政官僚 所以他们要对抗这种金融风险 要缓解这风险 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这样实施的话 我们就可能看来 目前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萧条 正在削弱投资和消费 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中共的银行体系 也正在面临着 来自房地产市场泡沫消退 以及地方政府偿债困难的夹击 所有经济体它都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经济规律 所以现在要是说 这个金融系统性风险爆发的话 它对整个社会 无论是过去 我们说四五十年的开放 跟发展的所有成果 消失之外 可能对于整体的经济活动 到民生 到一些社会保障 各方面都是一个巨大冲击跟颠覆 它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 为挽救瀕临崩溃的房地产经济 中共当局日前推出了规模空前的救市措施 但外界普遍认为 金措施如果不能阻止楼价和经济继续下行 后果将更严重 如果金融危机爆发的话 整个中国经济就要崩盘 中共现在是利用它掌握的全部资源 压制这个金融风险 那么它目前这个做法 就是说它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基本上是失效的 房地产在中国的体量太大了 那么现在问题 这个房地产整体的价格还在下行 而且现在还不知道底在哪里 那么这个事情 房地产它挽救不住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岌岌可危 即使有中共政府为金融系统背书 也无法挽救颓势 记者直击 现兴潮 裁员潮席卷全中国 中国经济衰退 百业凋毙 企业倒闭潮 裁员潮 降薪潮 欠薪潮 一波接一波 多位广东民众反映 当地很多人被裁员 生活难以为继 也有高校老师说 大学拖欠三四个月的薪水 已经是常态 根据中共财政部5月20号公布的数据 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了2.7% 而一到三月第一季度 同比下跌2.3% 这表明中国经济持续衰退 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广州 如今也百业凋毙 企业倒闭潮 裁员潮 失业潮 席卷全省 汇州的经济增速在全省排第一位 但仍有很多人被裁员后失业在家 生活难以为继 广州深圳地处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洲 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如今的深圳也出现经济大萧条 除了国企 央企之外 生意都极其难度 大范围的币电 控制 招租 职业 都是这样 我保的地方多嘛 基本上也都是这样 深圳居民林先生说 现在企事业单位降薪 裁员 欠薪 都是常态 林先生说 现在当局还在不切实际地鼓励民众买房 刺激消费 深圳园是一座繁荣兴盛现代化城市 然而昔日的繁华已不在 经济大省都面临困境 贫困省份更是民生艰难 黄先生说 当局禁止牧民放牧 人们只能外出打工 但找不到工作 吃不上饭 不少人去乞讨 被遣送回当地了 黄先生披露 以前室内不让摆摊 今年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 当局怕出现暴动 允许卖菜了 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 国务院事业单位也拖欠或拒罚员工薪酬 河南高校袁老师说 这些学生和教授都是免费为他们打工 今年年初 广西师范大学财务处发布通知称 因国库资金未到位 目前暂时无法发放1月份的工资 下面我们来关注 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中国风鸣记者张展 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4年 上周刑满出狱后 与外界失去联系 5月21号 张展在网上发表视频 向外界说明他出狱后的去向 并对关注他的人们表示感谢 说希望大家都好 山东林一楼盘地桂园水去外滩 开发商逾期不交房 业主多次维权无果 5月20号再次到离一系广局上访 但遭到警察镇压 江西景德镇连举村土地被政府征用 但村民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5月20号 大批村民到土地上阻止施工 当局派警察到场镇压 由村民被打伤抬走 江苏徐州善计镇政府 抢夺牛蹄山实况资源 遭当地村民抵制 5月19号 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城管进村 偷打抗议村民至少逼人受伤 中国的经济衰退 民生艰难 而中共缺花巨资 供养外国留学生 备受诟病 日前 山西大学又爆出大批留学生 拿着奖学金吃喝玩乐 故意拖延不回国毕业的丑闻 日前一名新浪微博用户爆料 山西大学大批巴基斯坦籍留学生 利用奖学金过着优渥的生活 不仅享受美食娱乐 还迟迟不愿完成学业离开 并得到特别的关怀 比如外国留学生过生日 学校帮忙组织庆祝活动 对此不少网民质疑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好的待遇吗 为啥来中国被优待 随后山西大学辟谣称 学校有38名巴基斯坦留学生 并承认有人延期毕业 专家认为这是中共的国家行为 是中共教育部的政策 花巨资供养外国留学生 这符合国家利益吗 它不符合国家利益 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不需要这么办的 不应该像外国人大势的傻逼 这是因为共产党一党专政 它未来都裁着个人的面子 为了它在国际上握得所谓的支持 所以从中国人民支开 把大量的明子明膏用于养亚非拉的穷学生 给他们学办 给他们超级国民待遇 2019年媒体曾曝光 山东大学为非洲留学生配女学办 一人配三个学办 女生不同意将被扣分 被强奸或堕胎也不能曝光 有人在搜狐网发文质问 中国学生要千军万马过读木桥后 自费上大学 为啥外籍学生能享受低门槛高福利 大家拿同样的学历 留学生就业更有优势 这公平吗 最主要来讲 它把留学生制度不是作为正常的教育 或者说教育产业来做 把它作为政治来做 它会把那个国家的留学生的代理体得非常高 台名党国也是非常小的地方 因为没多少人给北大的留学生 甚至给好几十名 然后给高额的奖金 去年4月 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墨西哥留学生说 他本来想去美国留学 但学费太贵 而在中国留学 学费全面 每月最高还有5000元零花钱 当时有人在网易发文指出 5000元相当于很多城市打工者 一个月的工资了 给别人这么好的优待 却对自己的人这么狠 说不过去 它本来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上的措施 它是把它作为一个拉拢 可以亲近它国家 或者说以后可以为它 政治上有所服务的 未来的那个国家的政要 或者其他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它把它作为一个 向全世界扩大自己势力的政治手法 在运作 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说 所以中共才会不惜血本地 给这些留学生高额的奖学金 而对中国国内贫穷地区的学生 没有任何的资助 中国经济衰退 民生艰难 许多底层民众温饱难求 部分中国留学生因家里没钱了 面临学费断供 而中共还在大撒币引发民怨 中国现在的财政很紧张 哪里的花钱都少不了 要养这么大队伍的公务员 要这么大的维稳经费 还要支持俄罗斯独裁政权 去侵略乌克兰 还要全世界大撒币 但还是出卖人民的名字名高 还在抗人民之台 他明眼帽子欺负活人 让人民远身载道 他也不愿意给中国人民 增加一点的福利 这样的政权迟早就要被灭掉 2020年3月 新浪网曾发文说 中国援助非洲超过6000亿美元 建成了千余个基础项目 还花费600亿美元 引进非洲留学生 中国小业主表示 在大陆被恶党政府欺负 看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决心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他的声明 李静说 在国内我们做点小本生意 都被恶党政府欺负 找各种借口刁难 克扣 抢夺我们辛苦挣的 可怜的活命钱 他们还不许你说话 不许提毛 不许提席 看谁不顺眼就整谁 他们坏透了 现在我来到国外 不但敢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了 我还多要几份看 法轮功揭发共匪 流氓那些事都是事实 而且我们经历的 比这些事实还要邪恶透顶 我有信仰 盼望佛早日灭了恶党这个恶魔 我坚决退出恶魔的团队组织 跟随神变恶党 四川省自共市的郭涛等三人说 知道自己的家乡 是被共产党渗透到地方政府高层 所谓的和平解放 以及共产党的暴行 我们正式退出共产党 共青团 少先队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您是否关注移民很久了 还没有确定选择哪个国家或地区 或者还不确定自己适合走哪个项目 不妨来和我们聊一聊 一家有着30年服务经验的综合跨境服务机构 从评估签约 律师地案 到后续落地安家服务 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让您省心又安心 我们办理的国家和地区包括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南欧投资移民 导国护照 如果你想了解具体详情 或者想知道自己适合哪个项目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和我们的顾问免费咨询 如果现在没有需要 也可以保留一个联络方式 如果有一天需要 手上刚好就有